作曲 李宗研究者 编曲 李宗人 风暴中的雨 雲翻涌天晴 我的命运黑夜的雨湿 彩虹在暗地 等一个急觅 张开翅膀轮回有我决定 如果它在心中相根 但开花在生命最后 只想要飞翔 一次分去抵抗 就在挣扎和无奈之前高昌 只要像天空 不回头的我 背负沉重消失的牢笼 紧箍都无踪 绝望都冰冻 何去何从就交给一封 你若都懂 繁华我今生死于共 城市要像天空 不回头的我 背负沉重消失的牢笼 紧箍都无踪 紧箍都无踪 绝望都冰冻 何去何从就交给一封 你若都懂 繁华我今生死于共 你若有梦 就让你和别人不同 想喝点什么 我帮你点 不必了 找我什么事快说吧 今天请你来 就是想跟你好好地聊一聊 炮开我们之前的那些恩怨 我个人还是非常欣赏你的 我欣赏你有原则 有底线 有担当 是一个堂堂的男子汉 家父想把念枝嫁给你 我相信你应该非常清楚 他是什么目的 念枝就是一枚棋子 他跟这里面的事 没有任何的关系 他是无辜的 可是你现在的选择 将直接关系到 他这一辈子的幸福 所以我想请你高抬贵手 放过念枝 你好 请问冷先生定的座位在哪 在那边 谢谢啊 不客气 这些话 从你冷大少嘴里说出来 还真是讽刺 我的事 你不需要操心 也别急着给我戴高帽子 我是绝对不会做出 任何利用念枝的事情 至于我和念枝嘛 我们就只是朋友 我是不会娶她的 我也从来没敢往那方面想 不过有件事情 我和你都一样 不希望她受伤 告辞 谢谢 念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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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我没事 那我跟着你 不必了 念枝 你放开 念枝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看看 我看看 你别跑 你别跑 你别跑我 对不起 念枝 你真的就这么喜欢 这个龙天羽吗 你要真的喜欢她 不管有什么办法 我都会让她娶你 你站住 冷凌 为你站住 什么叫你 不管用什么办法 都会让龙天羽娶我 你是打算拿枪 只在她头上逼她 还是打算去求她 我怎么忽然觉得 娶我冷念枝 是这么可笑 荒唐的一件事 念枝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不能看到你受到任何的委屈和轻视 你之前问过我 问我为什么一直要留在冷家 那就是因为你 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 我爱你 从我到冷家的那天起 从你把热汤递到我手上的那一刻 你就已经住进了我的心里 我当时就跟自己发誓 只要我冷立微 在这世上一天 我就不能让你受到任何委屈 我要每天都能看到你的笑脸 对不起 我吓着你 我带你去看医生吧 我带你去看医生吧 来 我带你去看医生说 过去习惠惟 你 secure 我et你 我 这事啊 我都没想到 真的假的 我闲着没事还骗你不成 我跟你说 报告长官 4231有事报告 什么事啊 长官 您看我上次求您打听那事 您姐 您辛苦 给您打听那些事没类似老娘 听好了 你儿子已经不在上姑了 他 听说好像是被卖了吧 他 怎么会 被卖了呢 长官 他被卖去哪儿了 我怎么知道 你又没付打听卖哪儿的钱 长官 走开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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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鸠哥 凌鸠哥 我知道你有办法 我需要从这儿出去 我没跟你开玩笑 你知道的 我精雕是做大事的人 这儿妙小 容不下我这次 当然你也是个人物 所以你 应该也不甘心 被困这儿一辈子吧 我自己都出不去 怎么带你出去 八九六三你别忘了 要不是我保住你 杀人越狱的事 早就被发现了 你是为了我吗 你是为了你自己 显然我带你出去 可是自从你们上次 越狱失败之后 整个监狱都被 典狱长加固了 现在密不透风的 跟一个牢笼一样 别说两个大活人了 连只苍蝇都飞不出去 虹人四年 再让容疏無法折腾下去 你我的日子都不好过 根据夜市报告 以及现场的状况推断 张三应该是在当晚下班之后 饮酒过量 失足掉进河里淹死他 淹死他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小五 你马上来我办公室一趟 进来 局长 你找我 小五 听说圣约翰监狱警 逆王的案子 是由你来写的报告 是 局长 这个案子 你不觉得结案太草率了吗 你就没发现什么问题 其实 这个案子吧 当初 说话别吞吞吐吐的 实话实说 我 当时这么结案 的确有点草率 死者肩部手部腿部 有明显的骨折痕迹 如果他是失足掉河里的 这些伤势怎么解释 第二 他回家 并不需要经过那条护城河 那他当天去那儿干什么 第三 为什么掉河里 一个月才浮上来 郁警案的结案书 你来写吧 我写 你写 可是关于 这三个疑点 还没有办法解释啊 去 把这个案子 所有的材料和素材 全部给我交过来 我要重新过一遍 是 局长 这是所有资料 死者手里的项链 为什么不在了 我看看 对啊 怎么没有了呢 是 为什么 其实 我 我 也 我 我 有 有 有 我 我 我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不是警察局局长吗 他来干什么 他们是来调查张三的案子 听说又找到新的证据了 三二三 长官 长官 我知道谁杀了张三 我真的知道谁杀了张三 长官 长官 把带回去 我不回去 我是三二三要回家清掉 我真的知道谁杀了张三 长官 长官 住手 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 人我都给你请出去了 这回你该说了吧 我知道一切的事情 因为杀死狱警和粤鱼就是前后脚的事情 我可以告诉你 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是灵九哥 我可以给你细节 证据 但我有条件 你说出来 我听听 第一 我要减刑 第二 麻烦您 跟监狱上下都打声招呼 让所有人都知道 我青雕 又回来了 好 我答应你 经审查 令九哥 故意谋杀狱警张三 即粤鱼未遂 罪名成立 以法判处 犯罪嫌疑人令九哥死刑 一个月后执行 局长 这到底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 狱警一案 为什么林九哥 突然就被判了死刑 你在问这个案子 我正打算要问你 你为什么要私自扣留 林九哥的项链 这个案件 明明遗留很多的疑点 你为什么不上报 作为一个公职人员 你这些行为 完全是独职 如果我真的独职 我愿意接受公开调查 可这和林九哥的死刑 完全是两回事啊 林九哥的死刑 是上级法院判决的结果 人证物证俱在 一条嫌疑人的项链 一份和嫌疑人有仇的证人的公司 没有公开审判 证据核实 一件涉及警务人员的命案 不到三天的时间 在没有直接的人证 和物证的状况之下 就被定了罪 而且还是死罪 这么说 你质疑法院的裁决 当然 起诉调查 取证公开审判 反复核实 这些程序缺一不可 死刑 是所有刑罚中 最严厉的惩罚 更该审慎小心 马虎不得 这可是人命啊 看来龙队长这次又要插手了 真是可惜啊 你恐怕没有这个机会了 你看看 还有外面那些示威的人 你都看到了 都已经闹到了警察局的门口 警察局如果不做妥当的处理 于情于理都是说不过去的 所以上面一致认为 你暂时不适合留在这里 所以 你是要结我的职 是上面认为 还是你认为 作为一个警察 私自扣留关键证物 停职检查 也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啊 我说了 我可以接受停职调查 但冯局长您呢 身为尚姑警察局局长 暗中勾结黑恶势力 谋害林局长 销毁证据包庇真凶 使得大量毒品流入尚谷城 如今 更是捏造证据 干预司法 涉嫌谋杀 你不是一个警察 你是一名凶手 龙天宇 你有证据吗 你根本配不上 你身上这身警服 还有你头上的警灰 你只是一个 在乱世中脱个安稳的人 从一开始 你就不应该选择 警察这个行业 还在乱世中脱 core 线的迹目 怎么 捡了刑你这瘸腿兔子鸡就得意了 我告诉你别做梦了 就算你再捡十年 这辈子也活不到走出去的那一天 青雕 这回是来者不善的 青雕这么放肆 还不是由警察局长给他撑腰 八九六三 上工了 我要离开这儿 无论你做什么决定 我都会支持你 有你真好 那这事告诉龙天宇了 我跟他终归不是一路人 有没有 我我爱你 就在哪里 可是太头了 之后 exceeded 没有 才我 read 你 יט Chu 玉前辈 请稍等 我有话跟您说 看在你我 时日不多的分上 就说吧 我已经猜出来了 您是我父亲林奥东 亲手抓进来的 而且 您爱过他 父亲终身未娶 玉前辈最喜欢的那首曲子 父亲生前也最喜欢 你说的都是真的 他终身未娶 可是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因为 我不想你留有遗憾 如果是真的 我死也瞑目了 作为回报 我可以答应你 帮你做件事情 只要我能做到 玉前辈 那我就不客气了 我的确有求于您 您可知道 杀害父亲的凶手是谁吗 你知道 是冷家 冷家 尚故的冷家 冷是男 嗯 冷家一直在做见不得人的毒品买卖 父亲的调查过程中被人盯上 并杀害 最终嫁会给我 杀父之仇不能不报 我不能留在这里 我要出去 你要越狱 我知道前辈手段通天 还请前辈不吝赐教 我该如何 安全地通过检查站 既然我答应要帮你 就一定会帮的 熄灯的时候 你要竖起耳朵听好了 因为我想告诉您 父亲 他爱过您 父亲这么多年 一直未娶 能不能 citiz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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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哥 想什么呢 警惕性这么差 怎么样了 他没说什么 就说让我晚上的时候 竖起耳朵听 竖起耳朵听 你又不是兔子 不过 这挺像玉玲珑的 你那边呢 竖起耳朵怎么样 我啊 回去查了一下 这个监狱建立后 所有越狱者的记录 怎么样 加上小辣椒 跟青雕的话 总共有七个人 曾经试图 从这个监狱里面逃跑 结果呢 死了五个 剩下的两个 都被抓回来了 延长了刑期 也就是说 真的没有人成功地 从这里出去过 你放弃了 没有 我之前听念之说过 说这个监狱 是从一个避难所 改过来的 外面的人进不来 里面的人也出不去 但我还发现了一样东西 这是什么 自己看啊 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初一 打架斗殴 罚禁闭三天 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初五 不服管束 罚禁闭三天 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初八 辱骂教官 危害公务 罚禁闭十天 这是什么 你看最后的囚号 0007 玉前辈 是啊 虽然我没有在 越狱的那个名单上面 看到玉前辈 但是意外地发现 在这个关禁闭惩罚的名单上面 玉前辈上榜的次数还不少 岂止不少 几乎天天都在禁闭室里 那只是前两年 之后啊 他再也没有被关进过禁闭室里了 两年时间 天天都在禁闭室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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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敬礼 敬礼 来 朱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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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看李九哥杀害于几个事呢 李九哥最爱试约郁了吗 龙队长 李九哥最爱试约郁了吗 龙队长 说一下 说一下吧 李九哥 没有约郁也没有杀人 一件杀人案 竟然可以被定案得如此草率 足以证明 我之前说的没错 有一个幕后黑手 操控这一切 这个杀害林军长的凶手 就是因为做贼心虚 才想尽办法 要陷害林九哥的 那凶手到底是谁啊 为什么藏着燕着不能明说呢 对啊 其实是因为您和林九哥的特殊关系吧 请问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是猎人关系吗 您是为了帮助猎人 所以才 朱队长 请您回答一下吧 回答一下吧 对啊 快点 上车 继续让媒体监督下去 舆论搞得越大越好 我就不相信这个龙天愚 不会妥协 知道了 爸爸 坐 想知道什么 问吧 这到底 是怎么回事 你知道多少 您是林局长 派的卧底 杀死林局长 嫁祸林九哥 就是为了逼你出来 为什么 因为他们想知道账牌在哪儿 账牌 那是记录冷家所有罪恶的关键证据 恕我冒昧 您不是已经死了吗 林局长 又是怎么派遣您的 当年 当年 您到底背负了什么案子 这些年 您又躲在哪里 这可说来话长啊 你知道 圣英学堂枪击案吗 十六年前 市长被杀一案 那个枪杀市长的凶手 就是我 当然 我是被冤枉的 当年 我背负着谋杀市长的罪名 被投入死求是 我是一个读书人 转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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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转过去 快点 转过去 快点 转 快点 快转 快转 快转过去 转过去 快点 快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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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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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监狱里的野蛮侮辱 和对前途的无望 曾经让我生不如死 于是我从生产车间 偷来不调 把他们拼在一起 上吊自杀了 但是我没有死 虽然当时所有的人都以为我死了 包括九哥 他也以为我死了 他也以为我死了 但实际上是 在南城粉项的一个民宅里 我醒了过来 你还活着 我知道 是我把你抓进监狱的 这案子有冤情 只是现在 仍然没有证据 证明你无辜 所以眼下 你面前有两条路 一是跳出来告诉大家 你自杀未遂还活着 然后迅速重新死去 你还活着 二 保持现在假死的状态 然后重生 重生 对 就是一切从头开始 新的名字 新的身份 切断以前 一切的 所有的社会关系 让冠伯君在这个世上 彻底消失 很明显 当时我比无选择 后来关伯君 从这世上消失了 而作为补偿 连耀东答应 收养九哥 并承诺将他抚养长大 这是你的新身份 后来 我带着假身份离开上谷 直到十年前 我回来看九哥的时候 接到了 潜入光明之间场的命令 六年的时间 很多的事情足以被淡忘 再加上关伯君 是依死之人 是依死之人 所以我的出现 并没有引起任何怀疑 我用会计的身份潜入冷家 利用十年的时间 取得了冷家的信任 后来我甚至一度被调去 为冷家的毒品生意作账 并且在不久前 我拿到了 证明冷家贩毒的关键证据 证明冷家贩毒的关键 证明 证明 接到 证明 给他们ALIF 证明 证明 绒 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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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飞 放弃 送你这个注定 却不会和幸福 若期若离 越来 越清醒 越不可能轻易 感受着 寒冷的 倾听 浪潮涌动着 婉长人生晴雨 她特喜怒你 我不能参与 但梦面俱下 孩子般的顽皮 曾无声无声地逝去 你的每一条消息 都是我的风景 生活总是难以怀疑 在那个夜里 伤天资予的经历 天栏干河墙壁 挡不住落叶化成蠢泥 暖雨飞翔的秘密 那些过往痕迹 就让我深深刻在心里